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現 應該算差強人意啦 還是漲啦 不過上一些人都比較長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台北股 台北股市目前漲得差不多114 115左右 但是今天最高漲291 早盤到現在為止有留個上影線 不過目前指數還是漲的 不過上跪的指數就很明顯 就是比較偏開高走低 到目前為止 預估到收盤成交量 大致上是3500附近 有比前幾天的量多一點點 但是量還是比較沒有明顯的 出量的訊號出現 整個台股到現在為止 我們來仔細看 上個禮拜 台北股市遇到季線反壓的時候 都還沒有上去 而且都是量級縮對不對 甚至於還有稍微去做一個壓回 今天整個台股開高的時候 最高來到22449 離季線22480差多少 搭上大概要差個30點左右 很可惜它沒有過季線 但是到目前為止又流上引線對不對 到底這個盤線要怎麼走 橫在這裡 到底要橫多久 接下來它會怎麼去走 各位我們仔細看 其實台股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反彈的架構比較偏弱一點 但是它也是一直維持在月季線之間對不對 我上個禮拜的時候我就跟各位講 禮拜三 我說守月線跟量價沒有失控的話 這整個反彈的架構 它沒有遭到破壞 所以到目前為止它也沒有遭到破壞 所以現在這個盤還是在反彈的架構裡面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我有跟各位講 我從結構來去看這個反彈的架構 我說從結構裡面來看 這反彈的架構還是沒有破壞對不對 好那重點來了 到底漲不漲得上去嗎 這才是關鍵 現在已經漲了好久了 接下來這個盤我們要怎麼去解讀 我們仔細看 我們說實話能不能彈得上去 你還是要看美股嗎對不對 如果美股能夠繼續彈 那你台北股是要過季線的機率就非常大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仔細看 禮拜五的時候美股出現反彈 這是稻窮 稻窮現在離前高的位置區沒有很遠 真的沒有很遠 大概100多點左右是不是 那你不能說它是空投 那當然跟我們比較息息相關的是科技股 科技股在前一天的時候下跌 結果禮拜五的時候又漲起來 到現在為止整個季線 高科技股季線也沒有破對不對 那廢半的走勢還是一樣 它也是卡在月季線之間 但是它是比較接近季線的位置區 是不是 那到底有沒有機會過 那到底這個盤怎麼看 好我們注意看 很多時候我們在解這個盤的時候 我們大家常常會比較偏解美股 因為這個東西也沒有人會跟你說 因為美國股市怎麼走 這對整個台股的影響力 它會相對比較大 那為什麼禮拜五的時候 美股會談得起來 因為鮑爾講話 這你應該知道了 我們來仔細看 聯準會主席鮑爾放歌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是時候該要調整政策 什麼政策 就是通膨的這個方向是明確的 他已經言下之意就是說 就是要降息了 就是要降息 那這裡面的重點還有一個 就是說為什麼要降息 他不樂見於整個就業市場 是出現惡化 對不對 好那各位 其實禮拜五的時候 八五會這麼講 我覺得那也都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在前幾天的時候 聯準會公佈那個會議記錄 有幾位決策者認為 七月就應該要降息 絕大部分的決策者認為 九月就要降息 那代表說你九月一定降息 那是百分之百一定降息 所以聯準會主席說 這個地方 該要調整那種 要開始走入到降息的政策 很合理 對不對 可是重點在哪裡 他說不樂見於整個就業市場惡化 這代表什麼 因為禮拜五 聯準會主席 不知道我在講的時候 大家是在看 到底 因為你九月降息是百分百 你到底是要降息一碼 還是降息兩碼 結果沒有答案 對不對 你只知道說 反正九月就要開始降息 接下來我們要怎麼去研判說 這個地方到底降一碼降兩碼 這跟就業市場有關 現在聯準會反而是比較偏重在就業市場 不能讓它惡化 所以你仔細看 我記得聯準會傳聲筒 他之前在八月中的時候就有說了 不排除一次降兩碼 那接下來就是看什麼 那時候是因為CPI下降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來看 每個禮拜的初領事業救濟基金人數 然後他整個就業 非農就業報告這些數據 只要在整個九月十八十九號之前 這一段的走勢 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你就業數字只要不好 不要太差 也不能太差 只要不好 我跟他講 那反而是好消息 為什麼 因為就有機會降兩碼 那重點來了 這個還要拖到九月份 因為不然九月降息是確定的 但是這個禮拜有一個 更重要的一個課題 在哪裡 我們上禮拜也跟他說 你應該都知道 這禮拜NVIDIA要公布財報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 到底這個禮拜公布財報 美股有沒有機會繼續供 就像我們說的 NVIDIA公布財報之後 那代表著說 它對廢辦的影響會比較大 對不對 如果財報它是有機會站上季線 有機會站上季線的話 科技股它現在站穩季線 它有機會往上衝 它現在往上衝就離前高不遠了 對不對 那當然你台北股市 那一定會站上季線 是吧 那NVIDIA財報我們怎麼看 因為這些東西 我們都是從國外去拿到一些 國外的一些看法 如果說我們就從 國外的看法是這樣看 標普全球市場情報預期 揮達上季的營收是年增 113% 增一倍 那甚至於有一些 其他機構也認為說 等到財報公布完之後的隔天 揮達應該就上漲10%多 它會超越過去三年一些大預期什麼 財報公布之後的漲幅 那時候平均漲幅在8.1% 有人認為說它應該要漲10%以上 好 我們說句實話 如果說真的有年增一倍的數字的話 那就代表什麼 揮達還會繼續往上攻啊 那機率就很大啊 對不對 那如果揮達往上攻 你說台股攻不攻 也有機會嘛 好 所以如果我們就從目前 我們所看到市場 對揮達的財報來看 都是偏樂觀 那當然要等最後數字啦 不要說數字出來之後是不好 那就不一樣了嘛 對不對 但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都是 偏樂觀 OK 好 那既然是偏樂觀的話 當然就像我說的 你說費半會不會繼續談 很有機會嘛 那既然費半都有機會繼續談 你說台北股市在這裡結束了 那就不可能了嘛 對不對 更何況呢 如果你從揮達的股價來看 因為這東西我上禮拜有跟大家講過 到底我們怎麼去看 到底揮達財報好不好 其實你去看他整個族群 什麼叫整個族群 你看 揮達在禮拜五的時候漲4.5% 他收在129.37 他這一波分拆完之後 最高是140.76 那現在129快接近130 就代表說 他現在從高點跌下來之後的反彈 到現在離前高 差不到10% 那代表說他真的有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反彈 因為前面跌35% 那現在已經漲了兩成多起來啊 所以以揮達的股價來看 並沒有走弱啊 對不對 好你再仔細看 上禮拜我也跟大家講啊 如果你去從其他AI的相關個股來看 這是博通上個禮拜的啦 這個禮拜他是漲 禮拜五是漲 他現在也都已經上回到 前面頸線的位置去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半導體最上游呢 艾斯摩爾他昨天也是漲啊 我是拿禮拜五 禮拜四那天的走勢來跟大家講 你會發現到啊 他也站上前面的頸線位置去啊 所以呢所有相關AI的個股 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讓你看到什麼破線 所以我說照理說 揮達的財報應該不會太差 對吧好 所以呢我們就從這個禮拜 揮達的財報來看 你說反彈結束嗎 應該不至於吧 好應該不至於嘛 對不對好那重點來了 到底要漲什麼股票 對啊如果你反彈沒有結束 那當然這地方要漲什麼股票 尤其重點是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站上 季線的反壓嘛 你說台北股市要走攻擊 你一定要站穩季線啊 如果你連季線都上不去 你說要什麼走攻擊 那就不可能啊 對不對我這麼說啦 如果這個禮拜啊 台股還上不了季線 我跟你講你買什麼都沒有用 那就一定有問題啊 因為你看起來 揮達財報是不錯的 所以說你台北股市 這個禮拜一定要上季線 如果他沒有上季線 我跟你講你買其他的個股 沒有用啊都在追高啊 更何況你發現到嘛 今天台北股市留上你線啊 然後呢真正讓你看到那個什麼 開高走地的反而是上跪啊 那代表說很多小股票他動不上去啊 對不對好那重點來了 既然要反彈你台北股市要彈什麼 要彈什麼 結果測標就寫啊 如果一些低檔的個股 就是說一些比較具有一些直優的股票 那之前打下來現在在低檔 甚至於如果說連AI的個股 如果他都不動的話 你這盤怎麼上季線 那不可能嘛 你靠小股票不可能啊 小股票沒有權重啊 對不對所以呢今天會讓你看到啊 反而有些上跪指數反而是明顯開高走低嘛 這樣打到平盤之下嘛 所以呢台北股市這地方要怎麼去沾上季線 一定是相關的個股要開始表態 所以我在上個禮拜我就跟各位講 我說齁 那時候盤沒有動嘛 盤就一直在那邊靠半天 月季線卡在中間 然後呢你量又縮 那像這種量又縮 然後呢指數又不動的情況之下 我說你有什麼好追的 那追沒有用啊 對不對所以我是建議你啊 AID接等部長 什麼叫做AID接等部長 你仔細看齁 我們的做法可能會跟其他人比較不一樣 我跟他講過 我希望能夠帶給你的是 富貴穩中求 不是富貴顯中求 那你怎麼樣富貴穩中求 當初我就說啊 有低點的時候 我會帶你進場去買 我們先把成本壓低 結果呢當你成本壓低之後呢 股價真的有上來嘛 那你現在在低成本你不用擔心嘛 沒有什麼最高的疑慮啊 對不對 好再仔細看啊 上個禮拜的時候 一月相關的個股 比方說6679的玉碳 8月中左右的時候我們在323附近買 就買在這個低檔區啊 我說有些個股來的是地方 他一定過約線 結果今天讓你看到什麼 他真的上來啊 那就代表什麼 他慢慢的那個底已經打出來了 那像今天這樣子一漲上來 已經突破這個盤整局的話 代表說他的起漲訊號已經開始慢慢浮現嘛 對不對 好再舉例來說 像當初的雙紅也是一樣啊 就是AI的肝臨個股啊 當初來到月線位置區的時候有低點 我是建議你買 結果今天開始有跳上來嘛 對不對 那這類型的個股也是一樣嘛 你先把你成本壓低 如果你資金比較小的 那時候我們帶你去買新唐 都是低檔的股票 而且這些個股都不是壞股票 當你低檔買完之後 建議開始要準備挑戰月線了嘛 是不是 所以你把你成本壓低 你沒有什麼好貪心啊 你沒有什麼追高的疑慮啊 對吧 可是我今天在這裡跟你講說 你這個時間點你就先去做低接 我敢說你一定嗤之以鼻 為什麼 啊老師人家都是漲停板 你根本跟我做低接 你有沒有搞錯 對吧你一定會這麼想 對吧好那各位我問你嘛 市場上的老師 每個人都是漲停板 每天都是漲停板 你不覺得投顧老師很厲害 對吧 不厲害你怎麼會去參加 是啊 每天都是漲停板 我問你為什麼要當老師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像這種盤啊指數不動啊 可能在這裡啊 甚至於盤在跌的時候呢 每天都是漲停板啊 那你既然這麼厲害 你為什麼要當老師 結果還是在每天漲停板啊 那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 我跟他講說那是有原因的啊 原因到底在哪裡 我們仔細看啊 因為到這個時間裡你會發現到 怎麼搞的每個人都是漲停板 每天都漲停板 盤跌也是漲停板 我就跟他說啊 這裡很多是在買漲停 什麼叫買漲停 為什麼那3%5%你還不會買 等到要漲停或是漲停板 才叫你進場去買 為什麼這麼做 為什麼說買漲停 因為標股是怎麼來的 你注意看什麼叫做標股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方說政打嘛 上個禮拜五漲停板的時候 你去追他 你今天是不是又一根了 沒錯嘛 是吧 好你再仔細看啦 比方說是要聯影 8月22號那天 禮拜四那天漲停板你去追他 到現在為止你是不是兩根了 沒錯嘛 你看他標股就快出來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追漲停板 你的股票一定往上標 我們這麼說啦 如果你今天買的股票 今天沒有漲停板 而且是出量 而且留上引線的話 我跟你講隔天準備開低了 為什麼這麼說 你注意看 很多個股就這樣子 你看嘛 這一天準備要攻漲停 沒有攻上去 結果隔天開低 昨天反彈起來又沒有攻漲停 結果今天打到跌停板 有沒有 你再仔細看 不是一檔兩檔 你看這些股票 在上漲的過程裡面 結果他沒有攻漲停 結果留上引線 好啦 隔天還稍微開個高嘛 結果就跌下來了 對不對 你再仔細看喔 不是一檔兩檔喔 像這些股票啊 昨天沒有 禮拜五的時候沒有攻漲停 沒有守著要漲停啊 結果今天又開低了嘛 是不是 你再仔細看嘛 很多個股就這樣子啊 像這兩個股啊 8月15號那天啊 他準備要攻漲停創新高啊 結果收盤留上引線啊 結果之後的走勢是怎麼樣 就一直跌啊 對不對 好 那既然這個盤勢 如果說你今天的股票 沒有漲停板 如果說你是爆量 而且留上引線 隔天開低的機率很大啊 那要怎麼去確保說 明天有機會開高 當然就是買漲停啊 但重點是 就算你去追漲停 或者是你去買漲停 那也不代表說你隔天的股價 一定是往上衝啊 你再仔細看嘛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嘛三幅畫 隔天漲停嘛 隔天是開高嘛 開高之後走低呢 到現在為止是這樣 對不對 你去追漲停 應該也逃不到什麼便宜吧 隔天是有開高啊 對不對 你再仔細看啊 很多個股就這樣子啊 像今年啊 禮拜四那天漲停板啊 漲停板之後是不是開高 結果開高走低啊 到現在為止呢 又打下來 有沒有 有沒有 你注意看喔 很多個股都這樣子啊 什麼永存 昨天是不是漲停板 今天是不是開高又走低 有沒有 你注意看喔 很多喔 很多股就這樣子啊 喬山 禮拜五漲停啊 結果今天開個小高 就馬上跌下來了 是不是 那今天你要抓標股 要怎麼抓 我說嘛 漲停板 隔天有機會開高嘛 問題是我們剛看到了 很多個股漲停板之後呢 就趕快賣啊 對不對 很多的例子就這樣子啊 你會發現到啊 漲停板之後開高就賣啦 我們都舉例幾檔嘛 你看這種股票都這樣子啊 這不是漲停嗎 結果開高之後呢就賣啦 現在股價就跌下來了 對不對 那就代表著說 如果說這個盤式 你要去找標股 你只有唯一一個方式就是說 今天漲停板買進去之後 看明天有沒有機會漲停 後天有沒有機會漲停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 很多在做隔日沖啊 開高就跌下來 開高就跌下來 那你要怎麼樣說確保說 你今天抓到標股的機率比較大 只有一個啊 如果沒有漲停隔天就開低 好啦就算你先去追漲停 明天很有機會是開高之後就跌下來 因為很多人在做隔日沖嘛 對不對 那唯一的方式是什麼 沒有標上去的股票就停損啊 就賣啊 賣掉之後呢我再追漲停 賣掉之後我再追漲停 所以當初我就跟各位講 很多這種停損啊 那種追高啊你都看不到 你看到的都是漲停板 對不對 甚至於呢台北股市大跌下來的時候 每天也還是漲停板啊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要追漲停板 搞不好明天還有機會 再往上衝再攻漲停啊 你就是要這樣子做 你才能夠去提高你的什麼 你的勝率嘛 你能抓到標股的機率嘛 對不對 可是我只問各位一個問題啊 大家都漲停板啊 你幾乎把所有八成的股票 全部再追高啊 你覺得這是你要操作的嗎 你可能稍微思考一下 我今天把那個目前整個市場上面 跟你看到的一些個股的狀況都一樣 大家都想抓標股嘛 標股什麼標股 漲停板之後開高再漲停啊 再漲停啊 問題是我們現在就看到很多股票就這樣子啊 漲停板你去追開高之後呢 就跌下來就開始往下壓啊 那你現在要怎麼去抓到標股 就盡量追啊 所以為什麼趙紫恩這個市場上面 一堆老師都是股票漲停板 我跟大家講啊 如果你八成的股票你全部都在追高的話 我跟你講你遲早畢業 真的你遲早畢業啊 我應該沒說錯吧 台北股市到這一波的走勢來看 前面已經你畢業一堆啦 到這個時間點你再繼續追啊 反正就是想辦法去找標股嘛 我就說那些標股 通常那個漲3%5%你不會嘛 等到漲停板你再來去追它 就看明天有沒有機會漲停啊 如果沒有咧 我跟你講如果沒有的話 大部分幾乎都是停損機率比較高 所以你有必要把你這個八成的資金 拼命去追高嗎 很多東西你可能稍微思考一下 什麼東西是你最需要的 到目前為止我說我要給各位的是 富貴穩中求 我們穩穩蕩蕩的賺啊 對不對 你只要穩穩蕩蕩去做價 你可以賺得比較長久 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賺得多 我跟你講活得久的才賺得多 你突然一下就畢業了 我跟你講你根本沒得賺 你想想看嘛 前面這一波已經有融資斷頭斷出去啦 你現在融資沒有斷頭的 到現在為止 一堆還在等解套啊 為什麼一堆還在等解套 就每天漲停板啊 就很好笑啊 每天漲停板啊 我就說嘛 既然都每天漲停板 那麼厲害你還當老師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就到現在為止你還是在追啊 你所有把你八成的資金 全部都在追高啊 我跟你講這盤不能震盪啊 就像我剛剛說的啊 這個盤照理說應該是要過季限啊 如果說連輝達財報出來 你台股還是過不了季限 你買什麼都沒有用 很多個股你是在追高的啊 但問題是現在這個盤 它反彈架構還在 那現在重點就是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 站上季限的問題啊 絕對不是靠小股票啊 所以我說低檔的一些個股 跟AI的個股 是本週要表態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那這種盤是到這個時間點 我只能建議你什麼 不要去追它 我們就低接就好了啊 我們穩穩當當的賺 穩穩當當的做教 你可以賺得比較長久啊 如果說你把你八成的資金 每天在那邊追漲停 你遲早畢業啦 你稍微思考一下啦好不好 但是到這個時間點 我還是建議各位啦 因為你台北股市 最近都在那邊跟你走區間 又量縮 我說嘛 為什麼量縮 因為一堆人都在套牢 都在等解套啊 所以量一直出不來 可是你美股的反彈架構沒有變 所以這個時間點 你要怎麼樣去掌握 這個盤面裡面最有機會的股票 而且是最安全 風險最低 最起碼你睡得著覺 而且能夠往上攻的股票 就像我們跟他說的 有一些低檔跟AI的個股 你就稍微去做低接好不好 你要去買漲停 你要追漲停 你自己看啊 你認同的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體驗價歡迎你來練諮詢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27810909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東乾坤 台北股市場表現甚至是差強人 因為有流出一個上影線 指數算是漲了 不過上跪指數是跌下來的 剛剛我們跟各位分析過 這禮拜比較重要是NVIDIA的財報 目前看起來應該算蠻樂觀 所以照理說這個盤 它應該是要沾上季線 那要沾上季線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我策標寫的 有一些比較低檔 一些比較直優的個股 說AI的股票 它一定要表態 所以我現在只能建議你說 因為指數不動 我只能建議你先做低階 當然如果說你要把你的風險 把你的資金全部去追買漲停板 那你個人去參考 你去考量你自己的風險意識了 認同的歡迎你跟著一起來 體驗架 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投資人勿受騙上當 若有疑問 請撥打運達投庫公司電話確認 以免權益受損 本投庫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平估並自負投資風險